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车吗?往里走有大座好吗? 来了吗?来了?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呢是在这个上海张江一个酒店里边,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个酒店叫博雅酒店 因为我告诉你们,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这个酒店离市里边比较远 张江啊,相当于北京的异装吧 从虹桥机场打车过来的一百多块钱,我这有好几张票都没报 没关系,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把那半个月前的一张火票找着了,因为这个PPT域的这个管报销的朋友都快都快哭了 说董老师,董哥,您一定得把那火票找着,我们得报销 就是上海到南京,你没多少钱 但是呢,苏宁啊,他有这非常严格的财务审核制度 我说我要万一找不着,我可不可以赔,他说不行,赔也不行,这赔手续非常麻烦 大概得通过四个多月才能办完 所以我这饭香倒柜啊,最后终于把这火热票给找着了 今儿交给那哥们儿 终于呢,了去了那哥们儿,这么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 明天早上,我是八点的飞机啊,回北京,人在旅途 其实我有漫长的时间呢,哥们儿不愿意出门,真的 我曾经啊,在头几年,因为那个时候呢,哥们儿还有点余威 就是在中国主持界呀,还有点余威 虽然说呢,从北京卫视退出之后呢,基本上呢,是不怎么主持节目了 中间呢,主持河南卫视的一个军事节目 军事节目,就是东风导弹什么的,第三岛链什么的 正经也研究过一段军事 后来我发现啊,军事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打不起来 老说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在南海呀,还是在哪儿啊,东海呀 后来我琢磨琢磨的打不起来 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到现在,说谁要说先动 那基本上就是同时玩完 就是你身上捆四五个手头弹 我这边第一个炸药包 都在弦,都拉着弦呢 你说这时候谁敢先拉弦 是吧,那个,每篇里边经常说,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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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放下,放下 是吧,最后都是放下,谁也不敢开 你一开,就乱了 所以呢,我觉得军事节目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 这个折腾半天呢,也打不起来 所以我就没怎么出去主持节目 中间呢,有啊,各把外地卫视,南方的,东南沿海的,找我 让我去主持个综艺节目,一年呢,一百万,五十期节目,一期两万 那时候头几年算可以了,那时候那个,没有现在这样的 现在这个主持人呢,一期节目可能得五十八十,八十万啊 现在当时没有 所以呢,但是我一考虑呢,我不能,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出差太麻烦,特别麻烦,你知道吗 每次出差啊,回来一算啊,贵了包堆啊,还赔了 所以呢,再加上呢,这个时间精力都浪费在旅途上 周末也没法陪家人,陪孩子,我要说算 所以我不都愿意出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我不愿意出来,我就再愿意带她北京 但是最近呢,这一年,我还出去不少次 来来回回的,我也习惯了 我一周我往返英国两趟,你想想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呢,我本身呢 确实不是一个愿意漂泊的人 我还是愿意在家里面,我其实是个宅男 我其实是个宅男 但直播就是因为呢,对吧,这个 呃,你比方说就是出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做节目啊 解说呀,这也是我热爱的一个工作 所以就现在呢,相对来讲呢,跑得勤了一点 像昨天,昨天我这刚回来 刚从这个秦皇岛回来 呃,在家呆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出去录这个 新中招客栈,直播 直播完了呢,又吃了顿火锅 回家睡觉,接着早上 又上南站 啊,坐火车,四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来,来上海 三点多钟,四点多 啊,然后到酒店呢 转了转,啊,五点多 又去,被拨,啊,被拨呀 然后 参加个星耀中超 解说一场比赛,回到酒店 啊,明早上八点飞机,啊,刚在 酒店里宾部,啊,订了一辆出租车 六点一刻的,啊,奔着 红桥机场,啊,明天 到了,这个,这个 北京,十点来钟,啊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啊,我要去见 一个重要的人,到时候争取能直播,啊 到时候能直播 那 接着呢,我想,慢谈点 东西,啊,你要说,我不行 我得,我得,你得给我聊这个 给我聊这个,我没有 耐了,我就是想是聊什么就聊 什么,好不好,说你要不愿意看,不愿意 就,就休息 啊,也不早了 先说这场比赛吧,申花对鲁能 啊,这比赛之前啊,我就说这球啊 鲁能呢 连平,我说呢 距离胜利啊,稍微近一点 但是呢,申花那边呢,五连百 也啊,到了极限 不得可能啊,再输了 所以你这么贵了包,都是一,一琢磨呢 有可能平 平几比几平呢 打了二十多分钟啊 其实我心里边就,蹦蹦,蹦出两个字母 不是,蹦出两个数字 零,零,零比零 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呢 就是通过我那个,最早期的玄学研究啊 这个八场比赛 八场中超比赛,平均出一场 零比零 你想这上周末啊,没有零比零 全进球了,十六个队 这场球打零比零呢 说句老实话呢,也符,也符合玄学 说你这是不是马后炮 哪输说的东西不是马后炮啊 神农长白草的时候不是马后炮吗 他不也长完了说这没事吗 或者长完了有事吗 不都这样吗,对不对 所以这不叫马后炮,这叫规律 所有的规律都是马后炮 所有的规律都是马后炮 所以这不叫马后炮 这要总结 足球比赛呢,就当你看多了 然后当你亲身的从事多了 你就会发现其中确实有很多规律 你有的时候解释不清楚 比如说这球你看,蒸了半天 你可能你就不行 然后你比方这球呢,你感觉不怎么地 但是呢,崩,赢了 这球不该进,进了 该进,不进 很多东西 你就难以解释 真的难以解释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个我们的头两天呢 我们跟这个河北精英 我们踢了一场奥运选拔赛 这场比赛呢,其实 就那第一个失球 第一个失球 我给你回忆回忆 怎么回事啊 第一 十五分钟 当时零比零 这河北精英啊,右路啊 塞了一个内奸 然后对方呢 这前锋就出街 背身拿球 一路啊,往回带 这时候恨不得已经带到快到中线了 我们的左中位呢,跟出来 这没问题 但是呢 可能动作稍微大了一点 犯规了 其实那个球呢 在那个 对方进攻的右路中场 前面一点 中线前面一点 按说呢 就是直接起球 我们就准备回来防任一球 防任一球啊 这裁判呢 我们那队员伤了 裁判过来呢 照应照应啊 我们队员起来了 起来了 往回 往那个后线跑 就在我眼皮底下 这个呢 拿球这河北精英的队员呢 就 裁判呢 陌生往回跑的时候 河北精英的队员呢 把球开出来了 开出来了 没有直接往进去打 而是呢 横传了 横传呢 他旁边的左边这个哥们接完球啊 转身就要给后卫线了 就在这个时候 裁判吹哨 为什么呢 说 你得听我哨你在吹 你在听 所以呢 这球就拿回来 拿回来 本来呢 如果说这球呢 要让河北精英当时的想法呢 是 拿球这个 因为比较远 一横传 那哥们一想啊 回到后卫线 再重新组织 这挺好 这职业队们 打的就是这节奏 这打回后卫线 也就没有这个 往前打的这个意思了 是吧 至少不会直接 但是呢 第二次发的时候 啪 一传 这哥们变了 说原来应该是按程序啊 是转身给后 中尉 后来这哥们算了 往前踢一脚吧 就这一脚 过去了 打到小禁区脚上 河北精英俩队员过去争 其中人的经验就在于呢 一个队员去争了 另一个一看 这球不是 争不着 怎么办呢 往一吞 我们呢也是两个中尉啊 去争那点击 但是 同时都跳 等于说什么呢 2加1 肉夹膜 这跳起来不要紧 我们那中尉呢 没顶着 对方啊 其实也没顶着 砸后背上了 哎砸后背了 他那个面对球门 那球不好顶 就那球都别跳 就让他顶 那哥们直接一脑子 能干出底线去 也形成不了射门 但就是因为这三个人呢 同时去争那点 那球那心糊涂 咔 砸后背了 咚 弹到后边正守住 带兔那个 河北精英的队员 那脚下 那哥们上来就一脚 那一脚呢 特别牛 穿了两个当 先穿了我们过来补的那个 后卫的当 又穿了门将的当 我曾经有个理论 在禁区内射门 只要是打当 百分之八九十进 甭管是后卫的当 还是守眠的当 活在当下嘛 就这么着 丢了 我这看这个录像啊 我看了很多遍 就这个丢球 痛心疾首 一呢 就是在中场 你把对方逼出去了 其实没有必要犯规 尤其周围呢 我们人还多 但是呢 我又能理解这个队员 为什么呢 凡是中 对方前锋跟出来 中尉也跟出来的时候 中尉的行动的力度 最终取决于 他离球门的距离 你比方说啊 我原来呢 是在禁区线上 我是中尉 我看着这个前锋 这前锋开始回街 如果我要是跟出去五米 他绝对不会犯规 为什么 因为禁区线 再往外五米 十八马线 十六米 加五米 二十一米 那个地方犯规 大点球相当于 啊 跟出去五米 他绝对不会犯规 但是 如果跟出去二十米 他一定要犯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中尉 他觉得离家已经很远了 等于说 他那个位置已经没了 啊 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下 说这哥们拿着球 中尉当时只能想一件事 就是必须得给他干在那 为什么呢 万一他一传走了 对方巴一打 打我身后的位置 我已经出来了 离家五百里 啊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比赛的 当时的队员的一个心理 啊 这我跟你分享 啊 你为什么有中尉 为什么最后飞 进去前沿啊 他跟出来了 他动作很规范 但是呢 越往外跟他越大 最后光干的 就取决于 他离中尉啊 离自己 那个应该在那个 后卫位置的距离 距离越远 他动作越大 也就说 距离越远 他要必须得把这 这球得给他干哪 要不然把球破坏了 要不然就把对方给干哪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这球摘出去 他就算漏 我非常能理解 但是我不理解 就是说呢 就是 正好 第一下发完了 人家不想进攻了 准备打到后卫线再打 打来回 但是就恰恰这时候 裁判把哨吹了 重发 重发完了 人家改思路 我们那边可能 还觉得 对方可能 还是按原来那路的打 人家突然间改思路 然后呢 打那个球呢 也没什么威胁 但是恰恰就是因为 三个人同时起跳 当时就是 我应该喊一声 别跳 就让他跳 因为那个球 从背后来 他不好顶 但正好砸后背上 咱那后背那哥们呢 不胖 你要像我砸我后背 奔 球就落在脚下 他那不胖 浑身都是箭子肉 奔 一砸后背 奔 弹回来 正好那哥们在那 一脚射门 俩当 你说你穿一个当都行 而且最后一个当 是打到我们守门员 大腿内侧 你说你再胖点 腿中间 别那么大缝 你也没生过孩子 那么那么大缝干嘛呢 哎 要是腿像我这么肉 这么多 直接就 噗 弹到那我那大腿上 噗 下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就落在我屁股底下了 那球进不去 但是呢 这球就进了 所以我都说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你说那天特斗 比赛之前 我颠球 我一边颠一边走 比较有难度 一边颠一边走 我颠到第七个的时候 我说我要能颠到三十个 这场球就能赢 当时我就开始颠 第二十九个 落地了 啊 这都是 这都是玄学 有人说你别扯了 你还是实力不行 那废话嘛 啊人家齐不各都流洋的 流巴西的 对吧 还有河北精英一队的三个队员 大门后腰后卫 还从河北华夏幸福又借了七个 人天天练 人家凭什么不能赢你呢 你说对不对 人家溜溜溜练了两个月 专门请了北京的教练 亚足连B级症 我怎么连F级症都没有 我们一共练了 飞行集训三次 加了 归了包堆 可能也就二十天 全加起来 所以输呢是倒霉上 但是就是说 我们打的其实还不错 有些人可能没看比赛 我们正在剪辑这个 净时间的比赛 得有六十分钟 你别看业余 业余对这个职业 年轻队员 但我们这个比赛这个 比赛净时间不比中超少 肯定比中超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不为裁判 我们也不握草 也没什么大伤 所以呢这个比赛净时间呢 要多于职业联赛 但是强度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回头你看看 所以呢 一个空门不进 一脚射门 门将扑一下打在立柱上 一脚转身射门 门将扒一个 那是河北精英队的三门 一队的三门 确实能力确实很强 那弹速 把他给扑出去 所以呢 从场面上来讲 我认为还可以 不是说我们用这些机会 不是说所有机会都能打进去 我主要就是足球比赛呢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就是你有能力 你就让对方不舒服 对吧 你像这个浩克 像这个上一上岗打生花 那我就让你不舒服 我就是难受 为什么呢 你上来 我就打你反击 你不上来 你防不住我的远射 这就叫强队 弱队怎么办呢 其实也一样 就是你整体实力弱 你怎么办呢 你说我不行 我就发挥我大哥 你别逗了 你本身实力就不人家 你还发挥 你发挥啥呀 你那不能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 都是强者的 这天然的 拥有的这个奢侈品 以我为主都得是强 强者 以不变应万变 那都是得是强 强大 你说切尔西也不是以我为主啊 对吧 切尔西克上打巴萨 也百分之二十控球率 对不对 那么你作为落队怎么办呢 你就也是一样 让对方不舒服 哪怕自己也不舒服 就是强者呢 是让你不舒服 我舒服 这是强对 明白吗 这是强对 是我舒服 但是你不舒服 这就是强者 说弱为怎么办呢 我也让你不舒服 即便我也不舒服 因为没办法 因为你弱 你只能用 你得用你自己不舒服的代价 去呢 让对方不舒服 这好比就打麻将 说你要抓一手好牌 是吧 打一手好牌 我随便来 我这 我这 全是搭子 我随便 我随便打 我自己很舒服 我让你我这 我这逗你玩 这是强 好牌 一把烂牌怎么办呢 拆呀 拆的 拆 这什么意思 不让你吃 不让你碰 我这 我一看你 你不要你不要捅的是吧 我这仨武统 我都拆着打 那我这个 这 我这 我这本身就牌就差 我这有仨武统 我得留着呀 但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让你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我就武统 不要啊 武统 不要啊 武统 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呢 说这场比赛呢 我们输了0.2 但是呢 我们确实让对方不舒服了 这我不吹牛逼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之前呢 我们训练的时候啊 人家对手在那看 我们财场训练 人家都在看 包括我们这个赛前的训练 后来我想啊 这个挺好 这大家都公开嘛 是吧 你们看我们的 我们也看你们的 而且我们有摄像机 等于说呢 我们的训练呢 人家河北京兴也看了 河北京兴的训练呢 我们不仅看了 我们还录下来了 录下来 晚上回来 哥们开始研究 研究到2点多 我一看到这队啊 呦 训练有素 训练有素啊 亚洲联B级教练啊 带着这队 两个多月的勤学骨练 确实是有 有一套哪呢 第一 反击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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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 你发脚头 我告诉你 你那球门就 就就快破了 啊 为什么呢 这脚球一拿到门将 门将一摘下来之后 快速反击 吵 三四个箭 齐放 弄着你啊 连防守都站不稳 那时候 嘣 就打你一回头 反击 第二 第二个边路 职业队打业余队 就是边路 我告诉你 边路定位球 为什么呢 因为 职业队啊 有这个更 广泛的视野 然后呢 充分利用场地宽度 你不是防守反击吗 你落队 你密集防守 我就打你边路 边路啪啪二打二 三打三 河北精英练的这四个人的边路套路 我都没见过 我看那我都没见过 然后我就看这这么练 这边路 打通你边路 只要是一下子底 我告诉你 一般业余队 门前就乱喽 一地鸡毛 为什么呢 因为一看边路 哎呦完了 漏了漏了 这中间这人呢 也跟不住了 有的光看球 不看人 都往门前扑 倒三角有空了 啪 上回来 崩崩的 边路 其实就是 完了就是定位球 定位球 定位球有时候靠命 靠命 对吧 定位球这东西你说 你说不清楚 曾经连续十三轮西甲联赛 没有运动战进球 马进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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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那个 西蒙尼啊 刚开始带马进的时候 头几个三季 曾经十三场 不进球 不是就只靠定位球进球 点球啊 任意球啊 交球 运动战不进球 为什么 不是不想进 不会进 啊 定位球主要靠蒙 那么反击呢 就靠速度 边路进攻呢 就靠技术意识 巴一个转移 然后啪啪一敲 一敲一接一打 拔一套一换位 噗一后叉 一传中 倒三角后点前点啊 踢出吐鲁 这落队就慢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当天晚上 就制定啊 防守反击 防守反击呢 第一防反击 防反击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人不上去 都在后边 我让你啊 这个 你说你啊 你百米速度 你往我这边跑 你会发现 哟 人都在 人全倒 这个呢 空间就给占据了 防边路怎么防啊 很简单 就是五四一 就五四一 甚至五五零 两条线 把这个空间压缩 然后呢 这个都 来变化了啊 来变化 是吧 所以呢 应该说呢 我这个 这个战术呢 从这个 执行角度来讲 队员呢 还是 很不错 完成的很不错 啊 那么 咱们这么讲吧 这一场比赛 啊 除了最后两三分钟 对方有一个传中 啊 因为我们都是压上去了 我这个战术 从五四一 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四四五一 然后再变成四四二 啊 基本上是 就是后防线 越来越空虚 啊 因为落后 0比2落后 最后得搏一下 但整场比赛呢 对方 边路没打透 突出体现的就是 对方有一个 四十五号吧 小王 小王呢 是这个孙继海的队伍 队员 啊 国奥队的 国奥军队的 全球会决赛 进了四个球 那场对我们呢 没什么发挥 后来他跟那个 我们的队员呢 有个小时候可能队友 还聊呢 说我这 别扭 说你们从哪儿 都有一个人跟着我 那是 我们专门呢 那右路呢 上了一个99年的小孩 啊 刘佳琪 啊 对这个45号防的还是不错 因为对方呢 边路呢 没有什么太多文章 啊 反击也没打出来 身后 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空间 就防守还不错 有机会 没把握路 输了 那有人说啊 说你们这个不行 说你们这个 你看人家 苏如东吴 人家跟着上海上岗 上一队打中超 人家最后人家都 都能干到 点牛 你们这个业余队打人中矣 啊 完了 你们最后 你输了 啊 但我跟你讲是这样啊 听我说啊 这个纯业余啊 打这个职业 哪怕这个职业是低级别的 也不好打 但是呢 你要是低级别的职业 他打高级别的职业 有的时候 是可以暴冷的 但是 纯业余打低级别的职业 也不容易 很简单 很简单啊 就说呢 你比方苏如东吴 苏如东吴 大多数队员 其实都是职业队员 然后呢 没梯上 没梯上 高级别的职业比赛 到了低级别 就是他本身是职业体系里面 所以呢 他的经验啊 对比赛的认识 理解 他还是要高于 这个业余的 那么就说 他的经验 并其实并不比中超少 都是本土球员啊 并不少 为什么 他可能踢球的时间 要比乌磊还长呢 比你富欢什么的 贺冠提职业的早 更早 而且呢 他职业体系之下 他体能啊 并不输 你说中乙 打中超 身体力量 体能 可能还占优势 这可能一般人 他理解不了 他认为你懂我 胡说嘛 胡说吧你啊 你中乙的对抗 能比中超还激烈 大哥 那你是没看过中乙比赛 凡是能了解 中国职业联赛的体系的 一定知道我说的 越低级别的职业联赛 对抗越激烈 身体对抗越激烈 因为技术没有那么 那么饱满 说啪啪啪水淫泄地的 这这打不出来 怎么办呢 就是对抗啊 你看那有种中乙球员 你要是平均身高 力量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对抗的这种程度 确实不不比中超差 他可能节奏可能会差一些 啊 节奏会差 但是体能力量速度 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冲突 啊 升高 投球等等 这些其实 这个指标 其实都是 在一个水平线 他只是个人能力 啊 会差一些 啊 或者说战术素养 会差一些 啊 但是你要是业余 你打这个最低级别的职业 体能肯定不行 您这天天最多跟校队练练 或者带着孩子 什么 教孩子踢球的 你跟那天天的 那训练的 你比体能 啊 第二个 就你这小瘦子跟小鸡子似的 全是学生球 对吧 人家那人高马大 你跟人比力量 啊 比得了吗 投球 投球大哥 你一看你的身高 你那个弹跳 你跟人家没法比 啊 所以就是 纯业余 打低级别的职业 这暴冷的可能性非常小 啊 但是中矣弄中假 中假弄中超是可能的 因为他们都是职业 啊 都是职业 那我这么说呢 你说你是不是失败 为找借口 没没找借口 我们输了 而且我们 但是我们觉得踢的不错 你说你一看比赛 那你就 你就没有发言权 啊真的 我们没有给对方太多机会 你仔细回想一下 但是呢 输 输在什么 经验 确实是经验 啊 关键球 对方 不是机会 人能把握 我们是机会 把握不住 再加上一门将 啊 那门将到我们这边 说句老二话 不见得谁赢 但是呢 这就是足球 我们前后 花了几十万 就打了一场比赛 其实 哎 挺挺挺挺 挺难受 今天我还跟那个 中国足协那个 这个相关的人 我还说呢 我说要说全国 我说我们 这作为业余队 我们 我们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人力物力财力 来打这比赛 但是第一轮 我们命不好 我们抽到了河北精英 有人说河北精英 终以安命还不好吗 这我解释过 啊 这第一轮的职业队里边 最强的 一个可能 就一个河北精英 一个新疆题材 剩下的队呢 并不强 啊 你看保定容大 今天0比18输 因为他本身的容大中甲 他没有梯队 他是借了一个中学 那中学跟那个泉州的业余队 输了0比18 对吧 那我们要抽了这个 那我们肯定也进第二轮了 所以呢 这就是命 但是呢 我们想呢 这就是经历吧 是吧 只是 觉得呢 这些孩子们好像能踢的更好 嗯 所以我今天呢 也跟那个河北华幸福 啊 我联系了 联系了之后呢 人家说了啊 那个董哥你那个 对 说你要想来 让我们随时呢 我们华夏幸福 这个 报名参加这个奥 奥运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队伍 随时可以跟你们提 啊 我在想 那种提还不提 啊 因为你想啊 河北华幸福 那支援的那个 河北精英的 都是他们那个 报名名单之外的队员 啊 名单之内的队员呢 就肯定更厉害 啊 但是呢 我是想呢 看情况啊 看情况 嗯 如果说 队员吧 问队员 队员如果有这个信心 那我们可能 十一过后 找一天 我再把全国 把这些人再调来 我们昨日重现 因为还要迅气王岛啊 租大车 租大车 一万多块钱 但是其实那就不是为了输赢了啊 如果跟河北华幸福提 其实就是帮着这些队员呢 完成一个一个 给队员再提供一次机会 对吧 你可以真正的和中超的 这个青年队 来提 对吧 你河北精英毕竟还是中义嘛 对吧 你可以跟中超的 真正的 正牌的青年队踢一场 哪怕你输七个八个 但是也是能填补一个空白吧 啊 更重要就是说 万一这里边 因为都是十九二十的孩子嘛 十九二十的孩子 万一你这跟河北华幸福 你表现的不错 旁边的河北华幸福 那球碳体系也非常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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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满 人说这孩子行啊 这十九这个是吗 九八的或者九七的二十啊 可以啊 对吧 有不少不都是大器完成吗 万一看上你了 对不对 人说先牵着 先牵着 先牵着 没准两年二十二 没准三百万五百万一千万卖了 也是可能的 啊 所以我想呢 回头呢 我征求征求队员的意见 但是呢 我一定得得得找那真正想踢的 啊 您别说我过来我跟您 我那我那混混两天 我那我那我那 我那玩玩 对不起 没没玩大哥 每一个人您过来 我这机票 我这高铁票 我这 我这 我这时时速交通 都是钱 我这钱可以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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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我我可以留着 对吧 但是我还是想给这些孩子提供一次机会 啊 再提供一次机会 哪怕他不是非正式的比赛 啊 但是你别忘了 你可以跟中超的职业俱乐部的青年队 啊 提一场 啊 这个我在琢磨啊 争取的能够能够促成吧 争取能够促成 但是呢 这个这个虽然说很短暂啊 但是这段经历呢 我觉得还是真是挺难忘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教练组啊 除了我之外呢 还有四个还有三个 还有 除了一个队伍 还有三个年轻的教练 我们回来就说了 我们要做一本 这么厚的一个总结 我们就总结这一场比赛 当然之前有三次集训 有热身赛 然后我们会总结呢 就说第一 我们自身定位 第二 我们赛前训练 集训的训练内容 第三 我们对对手的认知 第四 我们这个整个战术的构想 有没有偏差 第五 我们首发阵容的确定 哪有问题 第六啊 临场指挥 有什么经验得失 第七 我们队伍的管理 队员的饲养工作 等等方方面面 还有哪些没做到 我们要总结 这叫我提倡的 甭管你是 业余也好 草根也好 甭管你这比赛 在外人看来 是重要也好 不重要也好 哪怕是very small的一个事 但是你要庞若无人 煞有皆是 你要认真去做 因为实话讲 你也没机会做太大的事 你说我带着这队去打卡塔尔去 那不可能 你女族都不见得踢得过 代表 你这辈子不见得有机会去做那么大的事 你说你代表中国去联合国谈判去 你也想 但你做不到 你说你也想上春晚 说我弹唱一首 天空之城 你想 但你没那机会 那你能做到的什么机会呢 就是说 你能做到什么 你就把它做好 那只有这样 煞有介事 对不对 旁若无人 那像真的一样 只有这样 你做这件事 它才有真正的有意义 意义在哪呢 你说对人类有什么意义 对中国足球有什么意义 没有 什么意义都没有 只对自己有意义 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 你认真做了 然后这里面有经验 你汲取 有教训 你记住 是吧 然后你下一次 你可能会做得更好 只有这样 还能怎么着 有一个人一辈子没做成什么事 为什么 因为他总想做大事 但是他又没有大事 你也没有那么大的事 大哥 你说我只会做一千万的买卖 所以你这辈子没做什么买卖 大哥 你兜里面一千块钱都没有 你做什么一千万的买卖 你说是不是 哎 把小事做好 你说我梦想就是开一个supermarket 大哥你先把一烟铺弄好 就行了 你做没有那么 没有机会让你做那么大的事 这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这个 启航青天队的队员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 我回头我会问你们 你们想不想踢 想不想跟河北华夏幸福 打一场 你们想踢我就联系 但是咱踢就得认真踢 我是希望呢把这场比赛录了像 我把你们每个人都做想踢职业的 你们又这样想吗 我把你们每个人都做一个集锦 到时候我先从中椅递 对不对 我先给你递过去 我说我这有几个孩子不错 人不错想踢 您看看 是吧 这总比你没事 你拿手机录的强多了吧 人说你这比赛跟谁啊 我们跟河北华夏幸福 哦那可以 那看看这比赛 这这强度够 看看他表现 对不对 你说我这踢野球 我录了一下 我给您看看 大哥那不扯吗 扯王八卜都拉过兜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队员怎么来看 有 如果有十几二十个队员说想踢 那咱们就踢 大不了再花几万钱 有的时候是这样 这钱呢 它确实很重要 说是 你说 你说几万块钱 你说多是少的 反正不花了就留着 花了呢 你得花出价值来 如果这几万块钱我花了 其中咱多了说有一个队员 因为这场比赛踢的特牛逼 做了一个视频集结 被中矣啊中甲啊看上了 从此给招过去了 一视讯签了合同了 那你说这几万块钱 它是不是就是价值 因为什么 因为它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用几万块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得多值啊 对吧 就像我们那天七千零四十二个网友 一起捐了三十万 你说钱多于不少 多少呢 三十万要一个人捐是多 七千多人捐不算多 我捐了两万 也有朋友捐一万的 也有捐一百的十万的都有 但是你会发现 无论我是捐两万的还是捐二十的 最后我们挽救了一个五岁小女孩的生命 我操 那花多少钱 你才能做到这件事啊 大哥 是不是 这就叫钱呢 意义 意义 跟有思想的人混 做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这就叫意义 你说你是做这件事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你不用什么理由 就是你问你自己有意义还是没意义 没意义的事那就可做可不做 是不是 没意义 它是我做我在家睡觉不就完了吗 但有意义的事哪怕你会付出很多辛苦 哪怕你会要付出很多的金钱精力 但是你认为有意义 你就去做 一辈子做不了几件真正有意义的事 你琢磨吧 你觉得你这一天 你做了多少事 你会发现有几件有意义的 你会再回想一年 过去这一年 你做了哪件有意义的事 真正有意义的事 没多少 真的 没多少 我活到现在我都能明白 很多地 很多时间全都浪费了 很多时间全都浪费 这钱也都浪费了 是吧 我曾经长期研究盆口 然后下点球什么的 02年 03 04 05的 天天晚上点灯熬游的 3.45的比赛都看 我后来发现 这没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也没挣多少 挣了十几万 你说你花了多少功夫啊 关键 对不对 你有那功夫你能干多少事啊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那就是真的得不断的得做有意义的事 有人说钱确实很重要 啊 我们这 中国所有小将 第一战 人家卡帕 kid kid 就卡帕童装 人家真的是 挺努力的 给了我们一笔赞助 所以说我们就是花多少钱 报多少钱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第二期呢可能人家也是刚出创的一个卡帕童装 人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彩力 人家说我们就赞助服装吧 其实啊很多服装品牌 真的从来不掏钱 你问耐克尔阿迪 你问他们掏钱吗 他们最多赞助点东西就完了 你要真掏钱 你得巴西国家队 类似这种 一亿美金 或者巴萨罗纳 或者C罗 梅西啊这样 你就是签 代言 可能很多情况下都不给钱 品牌一般不出钱 人家就给你装备 就完了 就够了 是吧 但是呢 我想 就是裸奔 我们也要把这个做好 也要把这个做好 但是我很感动啊 我很感动 就是 我当时呢 是在秦皇岛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晚上两点多 我们开完了教练组的会 我这一翻手机 有一条微信 吴磊发来的 问我呀 成都站是哪一天 可能是晚上半多发的 我凌晨两点多才看到 然后我就给他回了 我说我解释 我说我这个 就带队也在秦皇岛打比赛 我一直开会 我说才看到 我告诉他 10月7号 这就 等于说 完了也没信 因为两点多 我回了 也不可能有信 白天也没信 又过了一天 突然之间 我看手机奔奔响 我一看谁 给我转钱呢 两万 我这是 我一看 又无垒 然后就是 我那个截图里边他说的那些话 说着说着可能啊 把屋里激动了 又转三万 一共五万块钱 我当时看着之后 我真的很吃惊 咱这么讲啊 就是我不是说是 不是 不是说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 虽然我也做过类似的事 真的 我也做过类似的事 我急功好异的事情 我做了不少 对吧 你看曾经有一个演员 在现在已经过世了 这个演员出车祸 对不对 出车祸了 我跟他也不认识 然后我就看着一个新闻 他爸爸说呀 这剧组不管呢 完了这个医药费也成问题 然后我就打听到这个演员 一个女演员 年轻的啊 住在306 还不304医院 我就过去了 在重重病监护室 换了身衣服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一万块钱放在那 我说我就 我就放在那 我就走了 但是没过多久呢 那个女演员也去世了 这事我也做过 我这开着车 那时候还没微信 可能 我也没家人 我也没有人微信 我就自己开着车 我就打打听 到了那医院 我说这个这个演员 住在哪个哪个重症监护室 然后我就进去 人说 还请把我引进去了 然后到了床头 然后我跟他点点头 他也不认识我 我其实也不认识他 但是我就点点头 然后因为我看微博嘛 然后我到那我把这个 一万块钱放在这 然后我说 那个 祝你健康 我就走了 我也做过 对吧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 就我有时候瞬间 那你要让我说所有人 我见到的我就帮 我也没那能力 我也不是王健林 我连马云都不是 真的 王思聪 王健林都不是 马化腾 我 贾跃亭 我都不是 所以我也就只能是 看见了 就像那天我在那个 那个小姑娘一样 那也就是 因为正好找到我了 但是你说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需要帮助的 确实 有时候我一看我也难受 但是我一想 我这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 王健 是吧 但是吴磊呢 这个 我看到就是 他肯定是 知道我 这个 因为之前我发了个微博 我说成都站 可能要裸奔了 但是呢我就想呢 我不管怎么说 我也要把它做好 他呢可能干起来之后 他就记在心里了 记在心里 记在心里呢 然后 因为那训练比赛嘛 也很忙 得比 备战得比 然后想起来 然后 说的那些话 其实 我我挺感动 说小时候家境也不好 对吧 然后 遇到根宝 然后一点点的 成熟 一点点的这个 起来 现在今年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后来我发现呢 这个徐根宝啊 当时呢 把这吴磊挑到 这崇明岛的时候 吴磊家里边也不管了 因爲什么 也没能力管了 也没钱 也没事 也没什么关系 说您孩子 烦你把我孩子领走了 反正学球嘛 反正有吃有喝 挺好 但是就再也没有钱来投入 徐根宝当时呢 说句实在话 也不是说是腰缠万贯 也是可能啊 就是举债啊 或者是怎么着 抵押啊 或者怎么着 来做这些事情 他也没有足够能力 说行了 我看好你 但是你所有东西 我全我管了 他也没这能力 是徐根宝呢 领着吴磊啊 去见上海一画家 这画家呀 可能得有个六七十岁了 喜欢足球 徐根宝就说呀 说你看我这手底有一队员 哎 小五 啊 踢得好 将来能有出息 你这么着吧 你认他为甘肃的吧 就相当于呢 给吴磊呢 找了一个甘爷爷 那画家画一辈子画 那你说肯定 你不敢说大福大贵 但是那肯定是衣食富足啊 所以呢 从此呢也就给了吴磊 年轻的 年少的时候的一些资助 你想万象现在管我叫干爹 我已经并且未来还会给万象资助 这不就是一种感同身受吗 你说对不对 所以也许啊 这样的事情呢 让吴磊呢 心有七七焉 所以呢 他也了解到 后来他跟我说 是因为中国足球小将在上海站的时候 他有一个朋友去现场 然后回来跟吴磊聊说 哎 说那个 那个中国足球小将在上海办的不错呀 现场的气氛呢 或者是比赛呀 规格呀 什么的 哎 挺那么回事的 等于说吴磊呢 可能一方面呢 可能通过微博了解了 又从朋友 亲眼所见了解了 他认为 中国足球小将是个靠谱的事 而且也看了一些视频 啊 万象啊 什么孙晨熙啊 李显文啊 黄语黄语超啊 可能这些他也看了 包括他也转了 李显文的那个远社 惊天远社 微博也转了 所以最重要的可能 就是他能够感受到啊 这些孩子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能有这么好的条件 能有一个平台比赛 是多么宝贵 所以他慷慨解囊 啊 我说句实在话 我呢 有不少朋友呢 联系我 你少的给个一千两千 多的一万两万 我基本上都拒了 但是我收了两位朋友的钱 在此之前 我收了两位朋友的钱 是喀帕公司的 因为他们说 董哥 我们 没有 最后 赞助你这个成都站 我们觉得不是很好意思 我们以个人名义 因为我们跟这些孩子接触过了 我觉得这些 你们做的这个事也好 还是这些孩子 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是百般推 推诿 但是他们坚持说 董哥你收 但是钱也不算太多 也不算太少 我收了 我收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 我还会给卡帕不赞助 我们资金了 赞助我们衣服 然后我仍然可以有足够的 这个资源 我继续回报卡 我继续回报 我继续回报 就说 你赞助的这服装可能2万 我可以给你15万的资源的回报 微博呀 微信呢 一直播 就像我现在说卡帕 这都是钱 真的 这都是广告 然后 建祥呢 是为这个 七台活捐了5000块钱 我一想建祥捐5000 我也得跟他 我也跟了5000 这1万块钱 让万象他们学校的校队有肉吃 当然平常也有肉啊 我们就说可能更高档次 有牛奶 鸡蛋什么的 但是吴磊呢 这个5万块钱 我真的很很感动 我真的实话讲 我很感动 你得知道 我跟吴磊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整个人生就见了两面 而且这两面都没坐下来 说过十句话以上 一面呢 是苏州东吴啊 足协杯打这个 打这个叫 上海上岗 啊 他们要进场了 我当时在苏州东吴嘛 那波嘛 我不最后一块都给跪嘛 发点球嘛 然后呢我出来 正好吴磊他们要进场 我们俩 正好打了一照面 但我肯定认识他 他可能也认识我 然后他 哎我说你好 他跟我说了 当时就说了 基本上就是一两句话 他说那个 董哥你们做的那个新疆工艺型很棒 因为当时我们那阶段正在做这个 整个新疆的这个足球工艺型 也是投了几十万 为这个新疆的孩子 来提供装备 然后带着哈里克见梅西 然后又 最后就带着伊木然 两次视讯华雅幸福 虽然说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也尽力了 人力物力财力都投进去了 现在这个纪录片呢正在编辑 过不了多久就会上线 会把整个的 我们新疆的所见所闻 南疆这些孩子对足球的热爱 包括那个 我们组织的那场比赛 包括每一个孩子内心的梦想 我们都会在这纪录片里面 包括建梅西 都会在纪录片里面呈现 所以当时乌磊跟我说 他说 说你们那个新疆工艺行不错 我当时有点纳闷 我说这事怎么他也知道呢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呢 这地点特别神奇 不是特别特别 very very special 是在由上海飞北京的一架航班的头等舱里 我当时好像是在上海也不干什么事 反正哪个 什么事反正找我 但是不是PPTV 因为PPTV从来不会给我订头等舱 一定是另外一件什么事 但是我这 我还忘了 反正总而言之呢 我是从上海做头等舱啊 回这个 回这个北京 这一路啊 没见着 等着飞机停稳了 哥几个该往起来走的时候 我一看 呦 这不是吴磊吗 吴磊也呦 啊 然后我才明白 他我再往那边一看 中超卡代山也来了 旁边后客 因为我一上飞机我就睡觉了 哦我后来才明白 哦是去足鞋是吧 去听政界是吧 就因为你们那个穿那个贴衫是吧 铁山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那个 写奥斯卡那个 no common呢 还是 还是不说话 还是闭嘴 什么来着呢 你叫什么来着呢 听政会 啊 是足鞋开会 卡代山 对 然后呢 等于说我们就是等着下飞机 都已经落地了 马上那边接狼桥了 这才一站起来才看见 简单聊了聊 简单聊了聊 也没什么说正经 就这样 这吴磊能够在这样的时刻 慷慨解答 我呢 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觉得 我应该不收 啊 我应该不收 但是呢 我又想到是我 如果是我 比方说我去 那医院给人家捐钱 虽然也不多 一万块钱 完了人家说对不起 不收 您拿回去吧 谢谢您 我要拿这一万我往外走吧 我会觉得 我很失败 真的 我会觉得我有点失败 或者说我们一块七千多人捐了三十万给人家小女孩 后来人说不用 真的不用你们捐 谢谢你们 你们没事干嘛 捐这么多呀 那我还得往回退 我这 但是我后来我想呢 我就这么想 我觉得 我收吧 我收吧 因为一来呢 我觉得吴磊是真心的 他并不是客气 就如果他要是跟我呀 特别熟 要每天没事就经常老在一起 特别熟 或者说他帮我办过什么事 我帮他办过什么事 说这事呢可能还 还另当别论 说实在不好意思 哥们我知道你难 我帮你点 他这个真的是真心的 而且并不是冲着我 反而冲着我的 我肯定就不收了 因为我不缺钱 我自己不缺钱 但是如果是冲着事的 冲着孩子的 我认为 我收了 可能他 他会很欣慰 所以呢 我首先表达的感谢 然后 我也 我也挺吃惊的 但是后来我说 我就不推了 我就不推脱了 其实坦白讲 做成都的话 得三十多万 其实五万块钱呢 是挺多的 但是他 其实 从根本上改变不了 我们现在的 这要做这些事情 亏空 但是我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有它的更大的意义 我收了 因为我知道 吴磊是真情愿的要捐 因为我知道 是他的儿时 很多的经历 他觉得 现在的这个孩子 当他看到足球小将这个孩子 也有一定的天赋 他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他也想帮帮他们 回馈社会 就是回馈社会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吴磊是真心的想做一件 他希望他想做的事情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我要是拒绝 我不收也就不收 他不能强 他不能直接打到我卡里 打卡我也给退 我也不让我卡好 我要不收也就不收 但是我不收呢 我觉得 我是 反而让吴磊呢 真心想做的事情 没有做成 所以我说我就不推了 我说我收 因为我知道 你会很欣慰 就是这样 挺不容易的 你要说是 平常是哥们兄弟推杯换产的 像我早年前 跟国安队那些 老一代的那层关系 那也另当别论 什么谢峰啊 他都一块可以一块 晚上没事儿出去玩 喝酒 坐着一块儿聊天 聊这儿聊天 都可以随便聊的 我们真不是那种关系 实话讲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我马上呢 就在我们的那个足球小将群 家长 然后我们的车友群里面 我把这件事情说了 每一个群 三四百人 四五百人的群 一听到吴磊 为足球小将捐款 留言 我不知道有没有 那群里的朋友在这儿 你应该知道 当时那种情况 确实感到 很暖 很正能量 你说五万块钱 可能对吴磊不算 我实话 可能对吴磊真不算 特别多 但是每一分钱 都是他辛苦 挣来的 就是我一万两万的 捐的时候 我操 我也不是一个 多大的款 我的钱也是 挣出来的 我也是 说出来的 对吧 也是劳心劳力啊 也不容易 你包括很多 那天七千多朋友里边 可能他捐五百的时候 他也是咬着牙捐的 对吧 那么还是 这个心诚所致 所以足球小匠的这些家长 然后关注这个 项目的这些 球迷 在群里 真的都 都是那种 非常非常的兴奋 然后也都 吴磊牛逼 吴磊好样的 吴磊是好孩子 吴磊是好人 大家反正都是 这样的一种表达 微博的留言 就更逗了 我发现最多就是 我再也不黑无垒了 对吧 挺不容易的 真的 在这个一个时代 你甭说五万 真的 五十都挺不容易的 你要我 我说我 一直不收费 我要说收五块钱 你看还有多少人来 没有人来了 真的 挺不容易的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就是我觉得 就像吴磊这样的 裹脚 是吧 能够职业求援 中国最好的前锋 能够把目光投向 左小将 那么也就代表着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一定是有人在关注着 在真心关注着 既然如此 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底 事实上也是 吴磊捐不捐这五万 我的决心都是 我要把它做下去 真的 那么我相信 中国足球小将 一定能做下去 比如说你现在 连赞助都没有 你还在那坑喊口号 你是不是等着吴磊 下一次再赚助你呢 不用 从此再也不收吴磊一分钱 吴磊不要紧张 从此 你记住 我懂路 做的事情 从此再也不会收吴磊一分钱 但是你要说 你愿意到现场来 那我八台大叫 我去抬你 我去抬你 那黄沫文什么的 大雷什么的 永迫 你都不要紧张 我再也不收了 职业求援 再捐的钱 吴磊就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不能再收了 再收 就表明我无能了 再收 就表明我无能 为什么 你想干这事 你都没钱干 你还在这都靠人家资助 那那那大 那这事还用你干嘛呀 那那我来吧 都资助我吧 对不对 所以都别紧张啊 包括这里边的朋友 都不要紧张 不要不要啊 都别紧张 你别 我不要 好吧 都别紧张 咱们就 今天晚上咱都踏实实的 哥几个 你记住 我绝对不要 啊 记住啊 都别紧张啊 你别紧张我一说完之后 你你说 你不捐都不好意思 你说乌磊都捐了 我还不捐 我说不用 不用不用啊 都别紧张 都别紧张啊 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边 今儿我不是来管理要钱的 啊你记住 我马上还要透露一些消息啊 呵呵 好吗 我知道你们在心里 我知道你们心里 你为什么刚才有很多人走了呢 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听了 他那么再听下去 又不交捐钱 他会认为我自己还是人吗 还有一点良心吗 这个社会还有良知吗 啊自己还是 还能够有一点社会的 一责任感吗 啊碰见孩子 天天的 说是中国足球知识 就这么点 自己都不 没有任何做 他不他不听了 他走了 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走了 刚才有走不少人了 我我非常能理解他们 那他们很自责 他们回去 关了之后 他被窝里边他哭了 他留下了 就是懊悔的泪水 他说我这还是没有超越我自己 啊董哥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啊 吴磊都率先捶饭了 我仍然就按就下不去那手 啊 没没没 没有把这钱捐出去 我我只能 我当了一次逃兵 啊 我走了 我闪了 我不听啊 不听不听 啊 他会很自责 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听我说啊 重新再回来 啊 他的实施 今天晚上不捐钱 好吗 不捐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相信 这件事情 一定是有意义 并且有价值 我坚信 啊 我坚信 你要说现在 这个社会 这个董路 你看所有的事 你只能选择做一件事 那么我告诉你 我选择做中国足球小将 我所有的事都可以不做 你说你都不做 你拿什么挣钱呢 我告诉你 我要想挣钱 中国足球小将就能挣钱 所以我在这呢 再次谢谢吴磊 吴磊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你这五万块钱 你你五万块钱 你给中国足球小将 所带来的效应 可能是五百块 这是我说的真心话 按说我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这么说的话呢 就可能我会背负 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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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种 就是很不好意思 啊很不好意思 我会觉得 就是受之有愧 但是我我后来我一想 那么我做这些事也不是为我自己呀 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吴磊真的 兄弟就你这五万块钱 你能够给这个中国足球小将的未来 所带来的 至少是五百万 当然不见得是五百万现金啊 是五百万的价值 所以呢 我觉得你 我要是你我也很欣慰 我也很欣慰 第一 是吧 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回馈了社会 第二呢 也引发了社会的强烈观众 尼玛终于 关于足球方面的 青少年足球方面的消息 再也不是 0比20输给谁 再也不是我和三个傻子 踢球了 恰恰是 也再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打架斗欧了 什么童迷了 什么什么青少年 这个什么这种收钱才能上衣队了 什么类似 再也不是这样的 而是有正能量的新闻了 吴磊为中国青少年足球捐款万 这个新闻 我从来没找过新闻借的人 都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着 都是趴活的 一传十十传百 是吧 吴磊 同时吴磊对于这个中国足球青少年的现状 说中国不缺少有天赋的孩子 这这个也上了新浪热搜了 虽然说名次没有我打呼噜那么高 但是也可以了 就是在和平年代 就没什么比赛 一个中国球员 以正能量的方式登陆新浪的热搜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 你琢磨琢磨 你要又没比赛 完了又不是说是敌人什么打架 什么被处罚 也不是什么夜店被偷拍 能上热搜 我给中国女族捐三百三百斤牛肉的时候 上了热搜 我打呼噜的时候上了热搜 当然后来就是每次中国比赛我都能上 吴磊上 吴磊上 然后你想 这也是传播了正能量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一点 最重要的 我认为 也让一些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对吴磊 这个 这个 横下指责吧 就是这些朋友 可能啊 也突然间 也一想 没必要 是吧 如果是吴磊 也是饱受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 非裔 后来 后来你发现 这吴磊还真是个好人 是个好孩子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价值 也不是什么策划 也不是什么营销 就是自自然然发生 啊 所以我决定呢 就说 接下来 这个 中国足够小将 中国足够小将 只只要是继续做 每一战最佳射手 就是 吴磊奖 诺贝尔奖 鲁班奖 这不都有吗 我们都弄一 吴磊奖 中国足够小将 比方说成都站 最佳射手 吴磊奖 我实话告诉你 奖杯已经设计出来了 待会我结束了 我就发这图 好吗 待会我这结束了 我就发这张图 我们设计的定制的奖杯 带吴磊签名 带吴磊形象 那叫吴磊奖 鼓励未来 无论是足够小将 还是说我们到哪站的 这对手的孩子鼓励他们 因为一般的 对吧 射手我们一个队给一个 我们不抠 说最后都变成足够小将 也不一定 也让这个 中国 现在 今天射手榜上 进球最多的本土球员 吴磊国家队的这个前锋 能够让更多孩子 视他为榜样 对吧 将来说 你能踢的向吴磊 或者你比他更强 那反正对中国同学总是好事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 关于吴磊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 我原原本本 我一分钱 不是我一分钱 我一点水分都没有 一五一十 一十一二十二 我们真的到现在为止 只见了两面 都是基本上属于擦肩而过 就是这样 有人说收钱了是吧 打脸了 张仲敬 张仲敬 对 我呢也是希望啊 就是裹脚 就是 你们就是有时间 今天 也能够啊 关注一下这个 足有小 我希望呢 就说 将来呢 刚才有朋友说 要说那个 说最佳门将 大雷奖 也可以的 但是我绝对不能再要你们钱了 这是百分之百的 你记住啊 绝对 有可能我会给你们钱 你记真的 我会有一天 我一定会给你们钱 就是凡是帮助 说我来帮着 左小将我站个台 那得完事儿 我得给你包红包 还真不是说你来这给我钱 不用 你记着 我会的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国 能够真正的 和这个八九岁的孩子 打成一片 能够亲临赛场 能够给这些孩子鼓励 那我觉得 这在中国 也挺难得的 说以前的人装模作样 说将来我就想 我做大了之后 凡是有志于 青少年的这些国脚 关系不错的 咱们说能说上话的 吴磊 王大雷 王永破 黄博文 你四个 都是这 这项目的合伙人 真的 合伙人 不是说老利用你们 不是 是合伙人 我们一起来做这事 你们占股份 等将来你们退役了 对吧 你们开一个黄博文足够学校 吴磊足够学校 王大雷守门员培训中心 王永破 这个 中厂技术学院 对吧 那将来可能 你们又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年轻的队员 这也是一项事业没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事得这么干 将来 大家一起众人食柴火焰高 成都站的是10月7号 啊 那么 第三站呢 现在初步定 11月11号 在南京 在南京 你知道10月11号 你说双十一光棍节 那根本没关系 爱死不死 光棍节买东西光棍都没关系 我们就是11月11号在南京 我们现在准备约南京鼓楼小学 南京鼓楼小学 今年恒大冠军U8 决赛赢恒大6比2 南京鼓楼小学 足球传统校 是吴磊当年的母校 南京鼓楼小学 在目前的中国的U八戒 啊 不是猪八戒啊 U八戒 这个 这个 不敢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绝对是这个 绝对是这个 啊 中国的小将争取 11月11号 在南京 打这场比赛 好吧 邀请什么呢 邀请吴磊来 吴磊已经答应 只要有时间 必来 10月11号 不是因为那是联赛已经结束了 联赛结束的一周 按说 按说呢 就是国家队集训呢 还说是出游啊 按说呢 头一个礼拜不会 还是俱乐部还有些事 发这奖金呢 哎 亚冠决赛什么时候 亚冠决赛 有没有这个 还得打亚冠呢 对亚冠决赛什么时候 哎呀 那可够呛 18号 25号 11月18号 哦 那可够呛 那我 那我那我那我 预祝吴磊没时间来 因为吴磊没时间来表 打进亚冠决赛 也行 没关系 那V3来就行 啊 好吧 我说是挺激动的 啊 但不管怎么说 吴磊不管来不来 有没有时间来啊 吴磊奖的奖杯 我已经做好了 啊 就是这样 我期待呢 有一天 比如说年底 或者春节 或者明天开春啊 呃 中国租小将 这个 南北明星对抗赛啊 啊 长江为鉴 长江以北呢 北方队 啊 李显文他们 万象他们 长江以南 啊 这个 南方队 没准西西 西西 浙江算南方吧 对 得是南方 明波 上海 这个 这个 是米兰达 不是 不是米兰达 那个那上海 那幸运星 那哥们叫 哦 不是哥们 嘿嘿嘿嘿 小孩 南不达 我南不达 南不达他们 没准还有广东啊 深圳的 包括武汉的那个 呃 李李博言 他们南方队 海南的小狼 他们南南方队 我们北方队啊 然后呢 我那时候解说员 我跟苗林一块解说 我不带队 谁带队呢 北方队 王大雷主教练啊 南方队 黄文主教练 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啊 我尽量促成 有意思 啊 国家队队员 带着一拨孩子 南北明星队刚才 啊 好 找一漂亮的地方 海南啊 三亚 深圳 暖灯活活的 啊 我觉得完事 大家一块海滩上 织个烧烤 是吧 小孩跳跳舞 唱唱歌 啊 嗯 我觉得这这挺美好的 一件事情 哈哈哈哈 挺美好的 嗯 不知道能 不管怎么说 反正我 我要努力的去把它做 好吧 到时候呢 正好咱们要去三亚 刚好冬天都是 没事啊 都请朋友们都去 都去 啊 啊 这多有意思 多有意义 你想着画面 啊 搭一台子 哥们上一谈春风十里 斑马斑马 天空之城 啊 这个 玫瑰玫瑰 啊 玫瑰你在哪里 成都 成都 啊 这次我们去成都 我甭管我带 我现在大名单下周公布 带十几个孩子 这十几个孩子 现在我听他们家长说 磨上了 磨上了 仔意哼歌 一定是成都 啊 甭管在哪儿 放学路上 上学路上 课间 家里边睡觉之前 上厕所的时候 都是成都 啊 所以我们在成都呢 哥们谈急的 后面跟着十几个 小孩 啊 有点那鸭子过马路 啊 前面那鸭妈妈 后面跟着一溜 我们走在玉林路的尽头 把这首歌唱完 拍个MV 啊 对吧 挺好 我觉得这 这都是美好的事情 哈哈 这都是美好的事情 有些东西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像我现在呢 就是 有点麻木 我有点麻木啊 我有时候有时候 比如说这个活啊 给你个两万 一万 打卡里 打卡里 你说有什么用 说也不知道 多少钱 我有时候 也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 就谁没事 给我划走了几 多少 几万块钱 我都不知道 没什么用 就是你干这个活 挣点钱 但是你会发现 也没什么 反正也有用啊 钱也有用 但是 没什么 你除非有一天 你 这特别多的 是吧 我今天呢 是收到了一笔 那个 PPTV的第二季度的钱 那就算还挺多吧 但是也没什么 特别的感觉 不像我呢 二十多岁数 哥们要收到 一十五块钱的稿费 哥们都起飞了 我都飞了 真的 要收到一八十呢 我就抱我爸都弄清 啊 因为我爸那个时候呢 负责啊 登自行车到邮局 给我取那稿费 真的 我我我我我父亲 真的 你想我当年我这个写稿 挣钱呢 九 九四九五九六年那时候 真的 玩命 啊 无数个夜晚 我在我们家 那时候我们住的工会大楼 嘛 我自己那时候 完了孤魂野鬼 我跟我父母住一起 然后我会在那个屋里边 屋里边我就写稿了 你一直熬夜写 一会儿门子妞妞开了 儿子睡吧 我一听这是我妈 不是我马上睡 您放心吧 不是关门了 我又不知道写的什么书子 一会儿不是 哎该睡了 这是我爸 啊你说凌晨两点三点四点 都忍了 永远都是这样 等哥们写完了 啊拿着传真机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 拿传真机 那往外拨号 020 也不666多少 广州足球报 完了 0731 也不218 也不多少多少 那是体担周报 024 也不多少多少 那是沈阳 球报 啊 020 多少多少 那南方体育 哥们把这稿子 呱呱呱呱 那传真机 啊传走 天已经亮了 无数个夜晚是这么过的 啊 无数个夜晚 然后等有时候早上 我我我爸说 那你这一宿没睡啊 我说是 那你别你别睡了 我说干嘛呀 你这我都得睡了 你等会儿 我去给你买早点去 你吃饱了 哎我父亲下去买早点 弄油条豆浆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豆腐脑 买包子 那不是今天我把我吃包子 我差点把我小女儿给给下坏了 但是那真可爱 你有看了吗 看了吗 那个那个小视频怎么样 哥们吃包子 我这姑娘特有意思啊 吓得直播 是吧 看了吗 有意思 那是生活 那是生活 把这把那个 把那早饭吃完了 然后睡 然后过几天 这稿费就来了 稿费单吧 那时候都是绿色的 这多少 这多少钱 这多少钱 我父亲有时候会挪一落 你知道那个时候 因为啊我们家住在工业大楼 我们去哪呢 去那墓西地那个邮局 去去去去取钱 最开始呢 因为我忙嘛 我出去采访这那个的 写稿子 我父亲呢拿着我身份证 户口本 户口本和他的身份证 反正在对上 因为他去替我去 然后得到那得得得得得得得 验户口本身份证 得填 这个这个取款人 谁 然后这是谁 怎么也证明 你得证明你是你 你是你首先 第二个你得证明你跟他有关系 反正一套 到后来好几年 就是已经 我父亲一去邮局 人家说 董大爷不用拿证了 这我知道 您儿子的稿费 根本不用 拿走 就直接就 就对 对钱 真的 因为 因为太多 他不是说数量多 他就是 因为你一篇稿子 他就给你开一个 你想想 我那时候全满世界 我 我都 都投稿 你说大道足球报体坛 是吧 新民晚报 季洋给我开我稿费 闹玩了 所以他为什么98年 他把前台抢走了 我没法跟他生气 因为 因为他也会给我开稿费的 明白不 他也约稿 他约我 他懂 你把那你写一篇这个 1500字 2000字什么的 他会给我约稿 凡是约稿的 相当于是 给我找活 你得明白吗 你明白吗 就那个年代 说谁要帮我 谁帮了约稿 你给我们写一篇这个 甭管什么活 就跟接客一样 只要能接上 就能有多转 所以季洋相当于是中间的 接客的 给我拉客的 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你说我能跟他急吗 我接着又见着 季洋帮我不少忙 我不会跟他急的 都是朋友 那都是朋友 所以都是这么过来的 都是这么过来的 然后呢 这个 明天明天回北京 然后呢 但是我坦白讲 我现在有些事儿 我还真不能说 我这个人呢 你别看我有时候 嘴上没把门的 但是我一般来讲 很 我分的清楚 什么事儿 什么时候说 什么事儿 什么时候说 而不是说半不可乐 你就说出来 没有用 为什么说 我说我从来不吹牛逼 我吹牛逼 一半做 你就已经做出来了 还有一半马上就实现 是吧 好吧 开门 第三页渔队什么战斗 江苏战斗 吃点东西啊 我不吃 我最近有点胖 安和桥 没在急的 没在急的 明天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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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是哪个球场 别着急 马上就公布 但是坦白讲呢 就是离这个 离这个市中心有点 稍微有点远 因为我们考察了很多球场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离得近的 离得远的 我们我们当然也会考虑 这个地底位置 但是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直播的呈现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你去现场再多 也就几百人 但是看的人可能没准 几万 十几万 几十万 所以我们要转播的这个 视觉的效果 必须得是绿草如荫的 然后阳光明媚 然后得有那个 你要是中间有什么 搂了地挡阴阳脸的 那看着也草坪黑不溜溜的 那没法聊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视觉 虽然说有的朋友 北京的要去成都 正好旅游 他们也会有 还有从西北的 也都约了 说一块到成都旅游 同时七号 看中国中小将成都站的比赛 有这样的朋友 但是毕竟没那么多 在这呢 我也得先感谢一下 那天我们在秦皇岛 去了 三四十四五十吧 这专门为我们加油的球迷 这挺不容易的 真的 一支业余队 是吧 还有从北京房山去的 天津 唐山 不容易 说一个业余队一比赛 然后我远征 我跟着 这挺不容易的 我很感谢这帮朋友 那天在看来上 我们没有赢 很对不起 我很内疚 有机会吧 好吗 然后还有呢 一些朋友 就是要做中国足小将的远征军 说你在成都 我就去成都 说你下站在南京 没事我就过去 我就现场看 所以这种朋友呢 真说句老实话 哎 真挺挺难得 挺难得 有人说你不是说 国安不容易输吗 怎么输两个 对是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那我说的好话 你怎么都不记着呢 是吧 你也太相信我了 我说国安不容易输 输两场了 最后你把气撒我身上了 啊 你说呢 况且我说国安不容易输 我说最多输三场 这不才输两场吗 招什么急啊 对不对 招什么急啊 我预测队的多了呢 我说 一开场我就说 我一开局我就说 我恒大出不了前两名 上海上港只要 每场就丢一个球 就肯定没问题 no啪啦啪嘛 半城我就说 重庆立番彻底保急 提前宣布保急 广州福利进不了四强 但是现在也有可能啊 呵呵 华夏幸福四强 这不都我说的吗 对吧 你不能光说我错的呀 对不对 那我也过过五关 斩落六将 你老说我那 那走卖场 鲁能四连评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呀 我之前啊 这个三连评的时候 我还觉得鲁能啊 这好像是比较裁判啊 或者什么的 有点问题 或者是运气不好啊 今儿这场球我一看完 我觉得鲁能啊 确实跟之前不一样 今儿这场球踢的 咱们说句老实话 像马加特十进球 练出来的队伍吗 B抢有压力吗 啊 塔利是不是又开始散步了 对不对啊 啊 刘彬彬又不会踢球了吗 吴兴涵的状态又下去了吧 你想想 这不这这真正常的 这场球 有人说是假球 是吧又没赢就是假球呗 对不对 你要假球呢 你举报去吧 赶紧的 这场球 鲁能一共才跑了94公里 你看你国安施密特牛牛的时候 100多公里 你差了6公里呢 你自己也跑过100多公里 没那么多跑动了 可能没体力了 是吧 没体力了 累了 行累了 泰达怎么办 政府啊 靠政府啊 关键时刻还得靠政府 嗯 老哥老友吉他 你可以试试吧 799块钱 反正可以 因为正经品牌出的 啊 正经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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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牌 内马尔 内马尔 内马尔呢肯定的得是 得是这个大腿啊 卡瓦尼啊 卡瓦尼呢他就这个命 明白不 当年呢本身卡瓦尼啊 活得挺好 后来呢 伊布来了 伊布来了呢 卡瓦尼就踢不了中锋了 对不对 就成辽机了 伊布好不容易走了 卡瓦尼刚踏踏踏 内马尔呢 是吧 所以内马尔虽然没有威胁的中锋的位置 但是明显这 好几亿买来的 说你大哥 好几亿买来的完了 是个配角 不可能 对不对 卡瓦尼待不了就走呗 套个线也挺好 卡了是吧 万象 去北京了 我知道 你这 你是 这消息你还告诉我呢 真的假的 万象来北京干嘛呀 知道吗 万象来北京了 成都是10月7号啊 来北京学习签约冰箱 有人知道签证 签证 坦白讲呢就不一定过 因为他 他这个有些手续不全 不一定过 就看命了 看这个英国签证官 到底最后 怎么办吧 看命吧 祝愿他能够签下来 祝愿他能签下来 签不下来也没辙 这东西实话讲 那是外交 外交理论 嗯 塞钱呢 你塞钱行吗 你能办吗 谁能办 说谁能说 我跟英国大使馆 关于好 肯定签下来 你你晚给我发个私信 行吗 因为我不想让他留 留下遗憾 神花会不会降起 不可能 今年不可能 现在神花多少分 二十五分了吧 我跟李欣说 我说今年二十八分保级 他不信 他跟我说得三十一 他不用 用那么多干嘛呀 最后没准二十六分都保级 足有小匠有多少站呢 这也不知道啊 那一年的话 三年的话 怎么着也得三十站吧 怎么着也得三十站 啊 怎么也得三十站 但这里边这 没准有东京站 这都不好说 真的 首尔站不好说 啊 本飞卡站 啊 李斯本站 但都有可能 真的 我不是吹 有一天真实现了 你再回来 你说哎 当时我觉得他是吹的 没想到他 真成了哎 我今天我有点感冒啊 聊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半小时了吧 准备收摊了啊 明天我回北京了 拉马西亚 希望吧 希望 希望 希望有一天 能实现 这个关于孩子呀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中国的青少年 嗯 你比方说 徐志导徐根宝是一条路 但这条路呢 到底现在今天 还适不适合 要打一个问号 对不对 因为时代不同了 呃 但是我最近看的 徐志导还在做 是吧 而且可能这个理念呢 也 也更先进了 条件可能也更好了 对不对 那么呢 你像 也有很多地方都在做 啊 足校啊 然后这种民间的也好啊 政府的 足足小镇啊 基地啊 都在做 啊 你包括这个七台河 七台河二小 现在已经有 有实之事 啊 要准备 出手 帮助这七台河二小 做一个黑龙江足球的人才基地 真的 这我知道 但我具体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没说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只能透露到这 我不会多说细节 我觉得挺好 对吧 但是说七台河二小 得感谢谁呢 万象 真的 真的 这得感谢万象 啊 没有万象 七台河二小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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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有名吗 也得感谢李教练 还有 他那个那个那个 教练 这个这个 韩心如虎 但你要说韩心如虎 的教练多 是不是 会踢球的孩子 能踢的不错的孩子 也多了 但是七台河二小 为什么一下能起来呢 为什么呢 啊 感谢监控 是吧 是吧 人呢 人呢 就是每个人呢 都希望体验自己的价值 有的人的价值 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 然后去体现 这很正常 还有一些人的价值 他通过什么呢 他通过改变别人 给别人带来更更好的体验 更好的感受 然后更多的机会 然后让让让他人能够变得更好 然后体现出来自己的价值 价值 对吧 你说你说这个 你说月亮 月亮怎么体现价值 月亮体现价值 太阳照到月亮身上 月亮反光 照地球上 从此人间 夜晚就不再黑暗 这就是一轮明月 是吧 你说月亮本身 你说你在焦美 有什么价值吗 没有 你恰恰是因为 你 你反光 哎 反光到地球上 完了给这个地球人类 啊 黑夜里边的一轮明月 对不对 那你说月亮说了 月亮说这光也不是我的 是的 是太阳的 对吧 但是你作为 你不是太阳 但是你成为了月亮 啊 你你把 你把太阳的光芒 反射到地球上 这就是你的价值 哪怕你自身不发光 你说的 哎 所以因此月亮的价值 是建筑在它改变了地球的黑夜 体现出了月亮的价值 是吧 所以 得到多助吧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 就仅此而已 那么 有人说了 说你你到底能教孩子 你踢球 能交出什么来呢 我说句实在话 我交不出什么 啊 我就即使能交出来 也也也也 会被认为交不出来 那么我想请问就是 全中国有那么多 A级B级C级D级的教练 那么又能交出什么来呢 中国就是因此而 有什么大的改变吗 没有 说明什么呢 不是说明他们的工作没有用 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 但是不足以 我就说了啊 这哥们是有用的 所有的教练 中国的清训 都是有用的 因为孩子毕竟 他比以前会踢球了 但是呢 为什么没有彻底改变 是因为光有这样的 所谓专业教练 是不足以 不足以 中国不 我还是按着这条路走 但是你说 这承财率可能就比较低 但是也有像 你崇平岛这样的 裹脚们的出现 但是 那你说同期的孩子多了 那最后也没剩几个 对不对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再优秀的教练 再多的专业教练 你再继续这么做 但你呢不足以 不足以 我这么说 并不是说没有用 有用 我们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专业 这都没问题 但是呢 过往的这些 这些实际发生 告诉我们 光有这些 不足以 那么差什么呢 差这儿 足球分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用脚踢 第二个层级用脑踢 第三个层级 那就 用心踢 这个层级达不到 脑子 用脑子踢 用脑子踢 但是呢 大部分的专业教练 想要改变人的脑子 这个东西 不容易 真的 咱们就说嘛 说徐根宝为什么成功 那我想第一 他网络了一些 有天赋的孩子 这肯定是基础 对不对 你说无垒的肯定有天赋的 对不对 第二个更重要的 就是他可能 是在起 让孩子做人 做事 然后某一种管理 让孩子 青春期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接受 正正常的教育 对这方面做到了 所以 承财率就相对高一些 但是你说 吴磊同期的 在全国各地的 那也不少不错的孩子 但是没有出来 说明什么呢 那也是专业教练的 啊 那也是 专业体系啊 但是没出来 或者出来的少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只有专业是不绝不足以 尤其孩子 说你再大了 那就 那就 那更多的就是专业了 职业了 但即便是大了 说句老实话 你配一配 不也得看心理医生吗 对不对 那有的球员最后也是 商仲勇了 张仲勇 扁阙华佗 孙思淼 所以呢 我认为 孩子八岁九岁十岁 天赋第一位 啊 就把球提好 天赋是第一位 你到竞技层面上 其实比的就是天赋 第二一个 我今天写了 是足球之外的东西的升华 足球之外 咱可说了啊 足球之外 有些功夫在室外 真的是这样 说你天天就那么练 咱说句老实话 你留学阿西 也好 你是天天练也好 实话讲 那球没提出来什么特别的东西 真的 创造性有吗 这不愿你们 愿什么呢 愿教练思维天天就这么练 但是真正改变的东西 该改变的东西没有改变 这东西到十九二十就晚了 八九岁开始正好 让孩子多接触外边的世界 让孩子启迪他的心智 让孩子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足球 让孩子去体会 人间更为美好的积极的东西 这样的话 孩子脑子开了 再踢出球来 他再加上他天赋 你要没天赋 咱说老实话 你就开炉 也不见得能踢出来 有天赋是简体 竞技体育那就是天赋 咱就讲说一时波 说我能这么摆放 对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摆放 那不一定 对不对 没稿子 一聊聊两小时 你自己没事 你对镜子聊两小时 你聊天两分钟 有的人就已经不敢看了 那这东西就表明他这个层面 可我 薛薇有一点点天赋 不多 但是凑能用 是吧 薛薇有一点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孩子可以接受专业的训练 训练还得训练 但是呢 中国足小将 是希望呢 打造另外一个理念模式 但是 这部分 其实 从竞技的角度来讲 有一定的功用 比方说 很多 不错的孩子在一起 他相互之间取长不短 然后到当地 跟最强的队踢 他的比赛 增加他的这个 比赛的质量 是不是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来讲呢 他 他不是长期集训 他没有脱离家 然后他让孩子呢 从小就有一种 一起出征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有集体生活 然后父母随行 爱一路相伴 一路足球 一路爱 一路比赛 弹琴唱歌 然后 时隔一个月 大家的这种交流 家长和家长的交流 孩子跟孩子交流 然后 平常在群里的 相互之间的这种 情况的通报 孩子的成长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好事 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 是以前清训 没有 对不对 我说的没错吧 说现在全国哪个队 能这样 没有 说一块鞠着 说咱从一年到头都在这呆 那有 那有 是吧 一块出去 有 但是家长都不跟着 天天回家的 有 没比赛 天天练 练练练练练 完就回家 有啊 但只有中国足球小将 这种模式 现在没有 说现在没有 一定有管用吗 我觉得 我觉得管用 因为 这个东西呢 它管不管用呢 一个是我主观想象 另外一个 你得最 最有发言权的是家长 最直观的是孩子的改变 说你让孩子改变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如果你从一开始 你就关注万象孙晨熙 你就知道这两个孩子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改变了什么呢 孙晨熙敢表达了 孙晨熙摆队杯 刚来北京的时候 你甭说摄像机 你手机对着他 给你打一套武当拳 话也说不出来 现在可以 今天陪着诺丁汉 英国诺丁汉市市长 一块在学校里边参观 May I have you?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枪 本有面子 社区里建一所贵族学校 叫咱用哈佛 一年光学费也得几万美金 再建一所美国诊所 二十四到够诊 就是一个字贵 看感冒会花个万八千的 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帮忙 就开奔驰 你要开日本车 你都不好意思跟打招呼 你说就这样的贵 一瓶目你带多少钱 我给你两千美金 两千美金的成本 四千美金几 你还别人贵还不打折 你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 一套两千美金买房子业主 根本不在乎得多两千 什么叫成功认识 你知道吗 成功认识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 不就最好 不就最好 马上我就 下期我就让你们学 都给我背一来 你光以为背这个 背这个 你以为简单呢 不简单 光背来不行 得表演 这都是戏精 不是 演戏啊 其实就是那种状态 就一种忘我的状态 人哪 有的时候什么事 什么事 尤其你像这踢球也是手艺 唱歌手艺 都是手艺 什么时候能到忘我那个状态 就接近一个层级了 得忘我 这什么周围什么 我管你是谁呢 是吧 我管你是谁呢 是吧 我带球 说你周围我佩佩来了 我管你是谁 我就过你 我就躺你一对衣服 我不管你是谁 我该过我动作 我就敢做出来 到这份儿啊 就算打开了 就算打开了 那怎么怎么改变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 问他爸妈去 简单一个道理 如果中国足有小将 不靠谱 如果我的这样一个理念 在实验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验证 这些家长干嘛来 只是为了免费 只是为了这个吗 不是 人家也不见得缺钱 真缺那点钱吗 真缺点机票钱 九天钱 不是 他一定认识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是一个心灵的洗礼 这是一个孩子 心智的开启 这是一种崭新的 培养 足球人才的一种模式 方式 至少能够看到孩子的改变 孙真熙爱表达 万象变化 万象变化 那就甭说了 训练不刻苦 GATE很多技能 不是GATE GATE很多技能 啊 然后你知道今天 在群里面 有没有群友 万象的班主任在说什么 万象原来 三四十分 就算高的了 现在考试七不十 学习成绩 你不能说扶摇直上吧 但是老师反映 能学进去了 能学进去了 这就可以了 还怎么着 一共家里家外 每两个月的时间 这就可以了 更何况 接下来 还有惊喜 五磊 能给这帮孩子 这么多鼓励 你下站 原来西西说 无所谓 谁得最佳射手 都没关系 我无所谓 今儿一提 他说 奖杯是五磊 啊 那我得争取 万象性这个 那不行 我也得争取 但是我得做他们工作 我说 你别都因为弄一无雷甲 都想进球 那咱这对可行 遇到新问题 就得跟 就得去面对 去解决 是吧 就面对去解决 孩子嘛 咱们大人都经常出问题 孩子他七八岁 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吧 你不能说把所有孩子 都想象成为完美无邪 不是完美无瑕 天真无邪 不可能 他肯定他有 是小心里不懂啊 小心思啊 小心眼啊 有 会有 毛顿呢 诶 这才叫真实的孩子 你要说都是完美的孩子 大哥 那你是哪呢 你看啥呢 你是花仙子呢 对不对 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接地气 真实 有人说你们这 这完全就是真人秀 你们这 这路子不对 你们这 那都是真人秀 你们这根本不是足球 大哥 行了大哥 我们这才是真正的 真实的足球 有吗 这是真实的生活 之上的足球 你们那足球 你们 他不见得是真实的孩子 他都不是正常的孩子 他都不是正常的孩子 眼睛都发直 你看没有 眼睛都发直 除了踢球 什么都不会 也会 大王者龙咬 有人问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大哥 你这就是受中国传统教育 看篇文章必须得让你写入中心思想 作者都没有想出来的中心思想 都得被你给总结出来 有什么主题 没有什么主题 你听的好听你就听 听的不好听就不听 没有主题 有什么主题 哪有那么多主题 是吧 就听着 你愿意听就听 你不愿意听 是吧 你得告诉我 这好人和坏人 小时候看那样 这好人和坏人 是好人 好人 好人 这坏人 是吧 没有什么主题 这就是生活 行散 神不散 其实我说的每一句话 或者我说的每一段落 其实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指向 你要是听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 甭管我发多少趟车 甭管我是讲足球 还是讲足球里外的东西 甭管我是说是这个 插个打混 然后还是这个一本正经 其实我说的东西都是一件事 真的 我说的很多东西 万娟细流归大海 最后都说在一件事上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做人 咱们就把自己打开 真实呈现 做事咱们就煞有介事 再小的事认真真做 然后同时努力 并且要有头脑 然后就听天由命 嗯 就这么简单 做到了这些 就听天由命 你有那造化 你能过得好 你没那造化 你也就这样 那你也别怨是吧 对吧 就是这样 你归根结底 你说我也好 中国足球也好 足球小将也好 其实都改变不了你 但是可能会让你感到愉悦 希望或者是有趣可能 但是 其实都改变不了你 能改变你的只能是你自己 你只有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的作为 你自己的努力 你自己的头脑 然后你去改变你自己 别人都改变不了 别人的你说中国足球小将就有一天 成了中国 除了国家队中超最大的足球赛事IP 但是这东西能改变你什么 改根本上改变不了 但是有可能你会 从其中 你看到了什么 你感受到了什么之后 然后幻化成为 你自己改变你自己的 某一种方向和动力 这才行 你说呢 你甭说 你说陆寒改变的粉丝什么了吗 没有什么 贝格汉姆改变他粉丝什么了吗 没 没改变什么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改变了如果理念思想 然后你自己努力 这才叫真真正的 是吧 价值和意义 哎呀 几点了 12点还有三中 今儿没琴 也就到这了 好吗 就是瞎摆我瞎聊 反正也没收钱 我这样收钱 可能有人得骂列子 啊你这一晚上 也不知道你说什么 东西狼狗西西棒子 我知道 因为我没让你来 对吧 我没说你非得听我的 我没说什么 你说是不是 我也不是强制的 我也不是发小传单的 是不是 你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就不听 没什么 我只是讲讲我自己心里话 这是这个时代 没多少人说真话 真的 没多少人说真话 你自己琢磨琢磨 平均每天得说三十多句谎话 你在这儿你碰到一个 没事愿意跟你聊聊心里话 真实想法 这挺不容易的 还怎么着 是吧 偶尔还能捡捡乐 你没花钱 花点流量 是吧 外相去英国干什么 别着急 他没签下证呢 等他签了证呢 我再告诉你 去英国干什么 好吧 感冒多喝水 谢谢啊 吴磊的奖杯 我一会我发个图 好吧 你怎么关心那么多呀 有大明白小明白的 老大十岁马上快过生日了 他住校 看双红会啊 谁说的 什么时候 武汉站 武汉我们肯定要去 因为武汉呢 足球发展的非常好 青少年足球非常好 哈尔滨 哈尔滨要去 可能冬天没法去吧 雪地足球 要去哈尔滨呢 也得是七台鹅 代表 跟七台鹅提 外相回去 大连 大连肯定要去 大连要是不去的话 你网称你中国足球小将 对不对 大连实验小学 高天义的母校 然后大连东北路 王大雷的母校 来成都你买水 谢谢 谢谢啊 这是中国队加油 新疆 新疆去可能会难一点 新疆去会难一些 因为路途太遥远 郑州 吉安 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啊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也证明了自己 但是呢 十几分钟的 这个比赛 能够打进制胜球 对他 渐渐的呢 可能上场时间 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 我始终觉得 保利尼奥这个事 你兴奋一下就完 但你要把保利尼奥 当做你自己的 中超的 你保利尼奥进球了 然后你作为中国球迷 你开始特开心 那我就问了 那那天同场进的日本人 那日本人不得乐疯喽啊 柴什么 柴什么那哥们 柴奇什么 对吧 日本人都没有那么高兴 你这一个保利尼奥进球 给你给乐的屁点屁点的 人日本人打进那球 比保利尼奥那球还漂亮 是不是 我知道这种情绪 但是真没必要过度渲染 说保利尼奥当成自己的 球员了 中国球员了 大哥别闹了 行吧 真的 差不多就行了 欣喜一下就完了 别天天的刀念一下 老怕着 哎保利尼奥进球 大哥 有什么进再多 怎么了 于中国足球有什么吗 说得验证了中超也行 中超也行 吉尔都不去不了国家队了 中超也不错 靠客怎么不回家 国家队了 是不是 代入感别真别那么强 我实话讲 又不围着张玉宁转了 又开始围着保利尼奥转了 李铁租公园对沈阳我要去肯定是找李铁 因为我有李铁微信 因为我也去过李铁那租租公园吗 他们那当时是干嘛来着 开业还是什么 去过 广州肯定去 广州肯定去 徐州我知道有一拨孩子练的挺苦的 徐州 徐州就是练 徐州是不是孙可的故乡 那波孩子 真的 就是 因为 我知道徐州 徐州是清训练的很 很辛苦 很辛苦 西安 周五国安队上岗 我也不解说 山东 山东现在就是T的话就跟鲁能足校呗 但鲁能足校好像只有U10 没有U8 我联系联系不着急 保定肯定去 保定 保定肯定去 因为保定 我周四就去一趟 明波呀 明波西西的这个所在地啊 也可以 反正三十个城市吧 这个为期三年吧 为期三年至少得走三十个城市 那至少得走个三四个外国城市吧 东京首尔怎么也得攻占一下吧 是吧 柬埔寨什么就算了 那最后能打到拉马西亚呢 当然厉害了 如果十岁 中国租小将能最后一期 去拉马西亚 甭管输了赢了 反正就这拨人最后一期 你们到了之后接下来对不起 你们单都散了 我重新找现在五岁那拨 新的U8 最后一场对拉马西亚 可以 好吧 那场比赛希望同时在线九百万人 那中国租小就腾飞了 认识李广义吗 不知道 天津泰达总经理 浙江卫视你听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啊 不适合做 就是他本身其实就是真人秀 但是不适合跟电视台合作 因为电视是一门虚假的艺术 这也不用想了 大哥 明白吗 我们只做直播 因为我做电视那么多年 我还不知道吗 电视是一门 总的来讲 电视是一门虚假的艺术 你说电影是虚假的 那都知道 因为电影本来就是编的 电视的人们以为它是真的 其实电视是一门虚假的艺术 这我就 这大家都明白 董哥多少时间了 什么多少时间了 好吧 今儿就聊到这了 大家都睡觉吧 今天礼拜二才 明天上班 周末呢 我跟李希在北京呢 应该是说三场中超 有一场是宝吉 宝吉大战 沿边 对辽宁吧 然后还有一场呢 是 重庆对 广州 还有一场呢 是 贵州 曼萨诺 曼萨诺 对谁啊 这波 谁对曼萨诺 沿边辽宁 没错 重庆 重庆 这个 重庆和 广州 啊 苏宁啊 苏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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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们这个 成都呢 还是打五人制 但是呢 我们可能呢 最多呢 到南京也打五人制 但是接下来 我们就会过渡七人制 和八人制 这个原因就在于呢 我打听了一下 国外啊 八岁以上 就没有人再提五人制了 就除了专业练五人制了 八岁以上的孩子 你像日韩基本上都是八人制 七人制 七人制 八人制 像西班牙呢 就直接就八人制 英国也是八人制 因为八人制呢 可以他接近那个 十一人制的一些 工房的一些特点 八人制 是比较接近的 七人制还少一个人 少一条线 是吧 你八人制你排个二三二 是吧 这个阵型 也是可以的 三三一 也是可以的 是吧 二二四一 也是可以的 是吧 怎么进微信群呢 这个你得私信那个乐波苏熊 然后看他那个 能够看不看到你 八人制好看 是吧 行 今儿就聊到这了 好吧 大家缓慢下车 好吧 明天 注意啊 明天我随时开直播 明天下午 随时开直播 大家没事可以 关注一下 这哥们就在我做广告 啊 新的游戏主播 啊 你说这游戏的主播 就说一年挣几千万啊 甚至大几千万 所以你说 是吧 说足球的 到现在为止啊 400多期 一年多 也没挣多少钱 人家玩游戏的主播 一年挣大几千万 所以这个 这就是社会 啊 这就是这个时代 价值 啊 价值体现 但是你不能怪谁啊 你不能怪谁 你能怪谁呢 谁也怪不了 因为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和选择 但是呢 他归了包堆 最后你会发现 他问题到底在 对不对 所以有人玩游戏 玩小孩 输了自杀了 是吧 你说怎么办 你说那你说看球要看出神经病的 精神病的 是 所以整个的民族的文化啊 信仰 民族文化啊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这关系啊 社会的这种矛盾等等 方方面面 还处在一个紊乱时代 一个农耕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国家 一干的就知道电子时代了 他会出现很多问题 都是茫然的 真的 你看看新浪热搜都是什么玩意儿 都是什么新闻 所以人的关注点 你会发现这个社会 这个关注点到底在哪儿 价值体现到底在哪儿 价值观到底在哪儿 很多问题 你很混乱 但是你没办法 你左右不了 你是谁呀 你能左右什么呀 你说对不对 你像这个翻脸不认人呢 很多 你聊他开心了 他觉得你好 等有一天你说他什么了 他说你黑我 是吧 他骂你完了走了 人多了 就是独善其身的时候 同时 然后也能够做点 为身边的人有意义的事 就行了 为社会 国家 太大了 太大了 李大钊都没完成 鲁迅都壮志未愁 我能干什么呀 干不了什么 就是身边的这些 能认识的 有缘分的 十几个年轻人 十几个孩子 十几个家庭 百八十球迷 四五个足球群 五六十座城市里面的 起航球迷队 家里家外 一两千人 两三千人 能带来这些 就够了 还怎么着 大哥 两三千人 在遥远的古代 都能一个大部落落到 你说对不对 行了 就这么着了